嗨,大家好,我是阿黎 最近南方降温太厉害了 做个砂锅版的焖鸡 从头吃到尾都是热乎乎的 准备的食材有鸡瓣汁 西红柿一个,质疑加重的胡萝卜 天气太冷了,长不大了 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 还有最关键的土豆 食材切好后先把鸡腌一下 两勺料酒,一勺生抽 抓拌均匀 再来调一个料汁,酱油两勺 蚝油,豆瓣酱,番茄酱 割一勺,白糖适量 鸡精和胡椒粉少许 淀粉一勺,最后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即可 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 也撒些辣椒面搅拌一下 砂锅里面放少许的油 加蒜拌先炒香 再加入胡萝卜土豆块翻炒一火 盖上番茄,倒入三分之一 调好的料汁 先盖盖焖2分钟 开盖后加入鸡块 把剩余的料汁均匀浇在鸡块上 盖盖中火焖至15分钟左右 开盖后撒些青椒或者葱段 轻轻搅拌一下 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这道菜的关键是料汁 所以鸡块也可以用虾或者翅中代替 最后吃完的这个汤汁千万别冷 拌饭或者下面蒸的绝了 中文字幕组 都感觉到新闻 剩下来 如果你想要瞎